欢迎收看本节目 女性的生育自由不应该由别人决定 自从与张伦朔结婚之后 钟立体一直在积极地被遇 虽然多次解释是自己想要和张伦朔有个宝宝 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来自婆家的压力 在7月份 钟立体被媒体拍到前往普陀山求子 当时张伦朔紧跟着钟立体 手里还拿着一炷香 照片被公开后 钟立体在随后的采访中 针对求子仪式给予了回应 称婆婆是山东人很传统 而且张伦朔还是独子 言外之意还是得给张伦朔生个孩子 据悉 钟立体与张伦朔当年因为恋爱类 综艺节目相识相恋 虽然年龄差了12岁 但并不耽误二人之间谈恋爱 最终钟立体选择嫁给张伦朔 迎来了人生中第三段婚姻 在11月8日 张伦朔还发布了动态 高调纪念二人 结婚4周年 随后钟立体转发张伦朔的动态 并且还向网友炫耀 你们饿吗 我来撒狗粮了 其实结婚之后的钟立体与张伦朔 一直处在外界的舆论中 但夫妻二人 很少主动去回应外界的传闻 除非是特别过火 钟立体与张伦朔 才回去出面回应 而针对外界 质疑钟立体嫁给张伦朔之后 沦为生育机器 并且传闻越来越离谱 张伦朔无奈公开 怒对造谣媒体 否认钟立体是生育机器 可让张伦朔没想到的是 否认老婆是生育机器之后 新的质疑又来了 两口子自打结婚 就一直准备要孩子 但现在还是没有结果 针对备孕这件事 外界也质疑钟立体 人工受孕的方法 或许是没有效果 在今年上半年 钟立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宣布自己将暂时终止 人工受孕计划 让备孕顺其自然 即便现在张伦朔与钟立体 没有爱情的结晶 但钟立体的女儿们 和张伦朔相处非常融洽 甚至张伦朔 还带着钟立体的小女儿 上了爸爸去哪儿寺 在节目中 对K了呵护友家 康比亲生父亲 无论是出于婆婆的压力 还是真的想要和张伦朔 有爱情的结晶 其实这都是钟立体自己的选择 而且被逼声的新闻 总是不绝于耳 其实对钟立体来说 也是一种伤害 但钟立体 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 内心真的非常强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